隆布医生、邦南村的工房地区以及附近的路段登记以来都有软弹噴射的问题 每周边医生就像噴射直接等在路边有渐状况 也影响到地方疾病的健康 虽然工作与清潔队都会定期来顺座清理噴射 不过没有几天的时间这个噴射有更是等到没死去 对主客家人员就表示 若是软弹噴射被抓到按照照相关的判断规定 可以来刷6千户 若然民众可以判施公开心 共同来爱抗烂的环境 原本应该是很多路段可以看到清晰的汽水 现在叉辩是噴射放到某某时的这种模样 这是在轮北区、邦南村的工房地区 还有附近的路段 一直发现噴射的问题 对当地的基民造成极大的困难 大家有讲到什么 有的环境有的正义 有的大家都有这么过的 这个公路这样 大家不要都黑白堵 反正你要堵 你先想你们家要堵 如果你们家要堵 你才拿来堵 如果没堵就拜托 拜托你不要堵 虽然公寿和清潔队 都会定期巡查来承受环境 精力噴射堆 但是没几天的时间 噴射又再出现 公寿无奈表现 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公得心 做会来爱抗环境 这些团团就利用时间 就是在大厨房 这么辛苦来清潔 空气也不好 味也不好 所以大家有很多困难 所以在这里 给伦伯的乡亲拜托 就是说要把我们 本舍收好 分围做好 然后来交给我们 穿家团的本舍车 依相关法令 最高可处六圈圆法环 呼吁大家 大家这些乡民 不要以身释法 但在伦伯鄉 榜南川的公寮 地区的本所 情结队已经跟派人员来处理 也希望大家共同来为何 因为未来这批土地 也有金家团圆的方式来运用 我们这个传统公墓 其实是我们 暗藏仙人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民众乱到垃圾 造成了环境的脏乱 这样子来讲也对仙人不尊敬 这块地如果以后 等我们千丈整理完后 会做一个初步的绿美化 来提升村民 来提升伦北乡 乡民的生活环境品质 民众青菜众本首 躺在楼宾 没有造成环境的无量 还会影响到在地基民的健康 大家不通通到自己的方便 来造成环境另外的无量 去吃扶出基仓报导